哈喽哈喽大家好 爱生活爱污妹让我们一起舞起来 这里是污妹解说 我是你们最爱的污妹 很高兴与大家在我们的贪婪洞窟见面了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一个血量的计算 因为像污妹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来到了44层 但是手藏污妹呢 很多时候它的我的一个装备呀 还有一些就是属性啊 其实没有很强的跟上 所以说打过来的时候很费劲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 我们如果正经打一个水母的话 要耗费将近300地区 然后呢我们会耗很长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来找一个 我们来以这个水母为例 2300的水母大家可以看到 啊污妹快要死掉了 现在丢弃 我们需要耗费三分之二的一个血格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这个时候通过一个舍身一击来说呢 我们既能减少我们的一个蓝量 同时呢我们还能快速的打怪清怪 然后获得经验的同时 我们其实尽管舍身一击消耗血量 但是它会消耗的较少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舍身一击 其实只需要消耗200滴血量 然后就可以对敌人造成1000滴的伤害 这样来说呢 比敌人持续对我们进行一个伤害来的更加核算 当然了你也要合理的计算我们一个血量 今天主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血量的计算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是有一个浮动的 也有一个暴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的这个 是选择我们的红吸盏呢 就是能对我们一些回血 还是说舍身一击比较合适 当然这只是针对我们的一个 深咳的一个攻击流 因为乌妹丝毫没有带我们的魔法回复 主要是因为 首先如果我们一直使用红吸盏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乌妹的蓝量是不够的 只是苦 我清理一下背包 既然没有可以丢弃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的蓝量是不够的 乌妹介绍 因为我走的时候 纯攻击流 丝毫魔法 火卫复都没有 所以说如果我们一直使用红吸盏的话 就会有一个蓝量不足的这个困扰 但是呢 我们如果正常一刀一刀砍的话 其实我的这个攻击的这个装备的攻速不是很快是中速 所以说如果我们采用红吸那个舍身一击的话 一它不费蓝 二呢 就是说我们能快速的打掉血 其实对敌人没有更多的时间对我们进行一个输出 所以说再为大家最后演示一次 我们这个手伸一击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一个 我们在恰当的时候可以运用的一个技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是你们最爱的乌妹 拜拜